随着中共党内问责条例的正式出台 王岐山追缴江派大员的行动也在加快节奏 据港媒近日报道 北戴河会议前夕 王岐山根据常委会的决定亲自约谈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李长春等人 并下达最后通牒式要求 要在今年10月6中全会前后 落实个人及亲属财产申报并接受审查 香港动向杂志8月号披露 今年7月26日 中共政治局举行会议 决定于10月在京举行18届六中全会 而制定政治生活准则与修订党内监督条例将成为主要议题 会后 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决定 由王岐山出面分别约谈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李长春以及贺国强 报道说 王岐山在约谈时指出 政治局常委 委员以及已退离休的政治局常委 必须高标准遵守 执行相关纪律 规矩和政策 就个人配偶其子女的财产与经济来源 在境外 外国的国籍居留状况进行申报及公开公示 绝不允许以各种所谓理由及口一再颇言 据称 王岐山对曾庆红 李长春等人明确提出四点 必须申报并接受监督审查的内容 一 申报个人 配偶和子女直系亲属财产及财产来源 二 子女和直系亲属在境外 外国有否居留权或外国国籍情况 三 子女和直系亲属在境外 外国的财产包括公司企业 债券 物业等情况 四 在境外 外国外资企业担任高管 或在其名下隶属公资任高职的情况 报道并指 王岐山在约谈中亮出底牌 明年这是本届中纪委的工作重心 是一块啃的近四年 并一定要在本届任期内啃下的硬骨头 王岐山甚至坦然放话称 如果这个硬骨头啃不下 反腐工作将遭遇重大挫折 甚至夭折 这是自己不敢承担的罪责 王岐山发出最后通牒式要求 强调务必在10月的18届六中全会前后能够落实执行 据指 王岐山此次约谈是有备而来 把中共党内上层及社会上层的各种举报材料 国籍社会披露的情况等一一亮相 并坦承中纪委已经承受极大压力 但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据指 在此次约谈之前 王岐山被披露 已经在一次中共党内密会上点名警告 曾庆红李长春及贾庆林等人 敦促其拿出实际行动来纠正过去的错误和过失 以免最后造成被动的下场 据征明7月号的报道说 今年6月中旬的一个周末 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央干部休养所召开了一个学习座谈会 会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 邀请已退休的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参加 但为邀请两位前任总书记 王岐山在此次会上 直接对曾庆红 李长春 贾庆林 贺国强进行点名 提出三点要求 一 什么时候签署关于个人 配偶和子女的财产及收入来源公开公示意见 二 什么时候签署关于规范子女及配偶 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行为 三 应该自律 自觉 遵守执行纪律 规矩停止一切非正常活动 当时极有外界观察认为 上述四人 通常被视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人马 尤其曾庆红和李长春二人 更是出了名的江派铁单人物 因此 如果上述爆料属实的话 表明北京当局对江泽民势力的打击 与整治已经正式触及到其最核心的圈子 中共官媒最近发表文章对习近平西一讲话进行解读 文章再度高调谈反腐称要清楚腐败这一最大威胁 外界评论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之际当局刊发死文很可能具有很强的指向性 曾庆红 江泽民等将系科大老虎被捉拿归案 或许已经进入倒计时 中共官媒新华网专门报道 习近平讲话与活动的栏目讲习所12号推出文章 清除最大威胁 习近平论反腐 对习近平七一讲话进行解读 文章强调 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 对腐败必须坚持零容忍 对此 中国问题专家实时向新唐人表示 外界推测 中共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很可能是从7月30号开始 8月12号这篇文章的发表 很可能正值北戴河会议结束之际 这里面可能就带有一层含义 就是北戴河会议很可能就是通过了 这个清除最大威胁来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共指导 甚至于说很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上就取得了共识 这个信号就非常之大 据香港媒体报道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这两个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阵营反腐打虎的终极目标 并没有参加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而他们的死对头 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和中共元老宋平等都前往了北戴河 反对江派的那些人全都去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释放清楚最大威胁的这个信号 指向谁 指向江泽民 指向曾庆红的这个信号就非常之强 旅美时政评论员兰述述表示 曾庆红曾长期主掌港澳事务 基本人和家族的腐败早已广为人知 近几年来 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等人 不断通过香港对习近平进行搅局 最近中纪委派驻巡视组进驻港澳办 再加上目前当局的高调反腐 这些现象预示 曾庆红很可能成为下一步被拿下的目标 中央全会的前后如果说北京出手整数曾庆红 调查曾庆红的问题 甚至把曾庆红给捉拿归案 我觉得都是不奇怪的 在中共官媒《清除最大威胁》这篇文章中 还提到不少习近平以前有关反腐的言论 如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开工没有回头剑 反腐没有修纸服 不定指标 上不封顶等 实时分析 随着习近平当局反腐的深入进行 下一步肯定还会有省部级等老虎落马 但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密集 对习近平阵营来说 目前最主要的一个是制定规则限制贪腐 另一个则是要打特大老虎 这其中为首的就是江泽民 曾庆红等人 习近平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而大陆老百姓的民心所向就是清除腐败的源头 抓捕江曾等人 一直到六中全会甚至到十九大 甚至十九大之后 我觉得习近平在反腐上 很可能就会针对最后的这么几个特别大的老虎 直到把他们给打下了 6月28号 在习近平七一讲话前不久 习近平曾主持政治局会议 通过了中共问责条例 问责条例特别强调 要严肃追究下列三种情形的责任 一 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 二 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三 损害执政政治基础 大纪元新闻网曾报道 这一条例很可能是为江泽民等人量身定做 江泽民推行的腐败治国 以及对法轮功的镇压 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各种社会乱象无不与此有关 习近平当局制定问责制 这一利器是清算江泽民的关键一步 近日来自全球的几十家大型国际企业团体联名 致信中共总理李克强 呼吁修改中共推出的网络安全法草案 警告新法中很多条款是在制造贸易壁垒 一旦通过 将严重削弱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进一步使中国孤立于全球数字经济之外 但有专家指出 联名信恐怕会石沉大海 因为中共从来就不怕当国际公儿 中国2016年互联网大会 即将在8月16号召开 网络安全问题再度受到关注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 来自美洲 欧洲 亚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 46个顶尖商业团体 8月10号向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出联署 对即将实施的网络安全法草案 表示严重关切 这些商业团体包括了在华美国商会 苹果 微软 高通 思科等科技巨头 还有涉及金融 信息技术 保险 制造业等行业的企业和组织 据了解 网络安全法自退出以来就持续引发争议 虽然在今年6月完成人大二审 并将结束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的程序 但外界呼吁修改草案的声音仍然不断 其中最受诟病的规定包括 外国在华企业必须将重要业务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 必须借助中国执法部门进行调查 危及国家安全的信息科技产品 必须交由中方审查等 许多外企和商业团体指出 这些规定会让外国公司在华运营更加困难 因此表示不满 连署信中也提出 如果草案一旦落实 将制造贸易壁垒 违反国际贸易组织WTO规则 还是比较优惠的 那对西方公司它实际上是跟外界紧密联系的话呢 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必要的一个商业运作上的一个障碍 那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贸易的壁垒 他们就在竞争力上呢 就是有所不足 此外 有外国网络公司表示 网络安全法草案要求外国科技供应商向中共提供软件原理等商业机密 还迫使企业向中共政府提供中国公民在相关网页的网络活动记录 连署信指出 这不仅难以加强网络安全 反而使数据盗窃变得更容易 他们本来在中国的一个运作就已经受到了限制 现在这个中国进一步是限制 进一步的监控这些外国公司 他们不管是从那种的内部的运作 运作规范到那个知识产权到商业机密呢 都可能会面临威胁 那对中国来说 中国政府呢 虽然向来也是保护着自己那些国内企业 国有企业 那对其西方企业来说 这个就是不公平的竞争 BBC报道说 虽然中共官方表示 网络安全法是用来防止恐怖主义和反政府行为 但是有中国企业界人士已经私下表示 新法最终的目的是为当前竞争力不足的 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保护与支持 分析认为 中共这种损害外企在华利益 换取本土企业发展的做法将会进一步增加 中国和贸易国之间的问题和摩擦 最终导致中国与全球数码经济被割裂 不过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家何清莲 在美国之音发表文章说 不遗余力控制信息与管控媒体的中共 从来就不怕当国际孤儿 更何况中共有着纵横世界各大企业网站的黑客技术 全球行业协会想让中共放松网络安全管制 无疑是鱼虎牟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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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